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理解不一样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美利坚合众国有很多很多的角度 比如说如果我们从政体上讲 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等等 我能说一大串 是吧 这个 我们此前 讲过这什么三权分立啊 联邦制啊 双冲分险制衡啊 等等 它是一个 有限政府 那么我今天呢 从几个 另外几个方面 或者另外几个角度来理解美利坚合众国 到底什么是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也 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觉得不理解这一点的话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次大生意 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双方争论 为什么如此之急 为什么到了 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我找了四个角度 是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或者是美国是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 为什么要讲这一点 那很多人会说 那毫无疑问的 有什么可说的吗 你看读一圈言都写着呢 那么人人被造而平等 当然很多人翻译成 人生而平等 原话不是双而平等 是被造而平等 那好像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双方有疑问 就左右之间 或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对此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它是个平等的社会 另外一些人认为 它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比如说在过去大半年来 人们围绕着种族歧视问题 围绕着黑人被打死的问题 闹得热火朝铁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很多人认为 美国仍然是一个有点疑惑的国家 特别是这种族歧视 也就是种族之间是不平等的 所以才会有一些人 反抗另外一些人 所以才会有如此多的暴力性 还有一些人认为 美国也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 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 穷人和富人之间 你看很多人很有钱嘛 百分之一的人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财富 还有很多的穷人吃不上饭 你能说到这个平等的社会吗 所以民主党的人 或者民主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左派 都强烈的认为 美国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手 虽然可能是美国国父们 建国的政治理想 但是美国并没有实现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些人 就认为 美国已经实现了平等 他已经实现了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 在平等这一点上而言 他没有了歧视 没有了种族歧视 从什么意义上讲呢 是从制度意义上讲 就在制度上 已经没有 在法律上是叫 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制度歧视非人 或者其他任何的主意 如果说他还有种族歧视的话 那是文化和心理上的 而这种歧视 普遍存在于 他不仅限于种族 也不仅限于白人歧视黑人 他存在于所有的人一人之间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歧视 比如说有钱的人歧视 没钱的人 这个长得高的人 歧视长得 个儿的人 长得下来的人 歧视长得丑陋等等 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当中 不限于美国 那我们中国可能更厉害 比任何地方 或者比西江绝大地方 绝大多数地方都厉害 你比如城市的人 其实农村的人 对吧 大城市的人 其实小城市的人 多了去了 地位高的人 有小力的人 特权多的人 其实特权少的人 其实没有特权的人 他普遍存在 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 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那种法律上的歧视 这种歧视没有办法消除 就像人性恶的一部分 没办法消除 也在人性的一部分 他人性的一部分 你没办法废除 你没办法改变它 你只能交给时间 交给律师 交给上帝去解决 今天在美国可以说 不仅没有制度上的 种族歧视 而且还有法律的歧视 也就是对白人的歧视 美国称之为 叫纠纤行动 有一个法律书 也叫Afformative Action 有人发言纠纤行动 有人发言肯定性行动 有人发言什么 评选的行动 意思就是说 那些黑人呢 曾经遭受过歧视 现在我们要有些 补偿性的措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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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弥补他们 比如上大学 找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优先录取这些 所以都考同样的分数 肯定要录取黑人 甚至不同样的分数 也要优先录取黑人 也要录取黑人 因为这样的官司 在过去 三四十年当中 打过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那么左派 或者是民主党的支持 就会认为 这样一种措施 是有利 消灭 所谓的 政治体制 更平等的 这真正平等的 会加一块 那么 共和党的支持 这会右派就认为 这不是平的 这是 反向的 其实 他和白人的 黑人的旗帜 一样的糟糕 一样的糟糕 而且他会强化 不同族群之间的 这种身份认同 导致 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 更加激励 更加激励 所以 这就是双方对 所谓的平等 理解的差别 你就可以看出来 双方因为这种差别 而在对黑人 怎么对待黑人的问题上 态度非常 包括这些暴力事件 民主党的人就会纵容 甚至支持 川普和共和党的人 就会觉得 这是 破坏了法律和制纪 这些应该 应该受到错 那我的看法就是 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当然是一个 平等的社会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 法律和制度上的歧视 只有这样一种 意义上的歧视 才是一个 政府或者一个社会 你能够消除的 你没有办法 消除人们在 内心里 文化上 或者心理上的 这种歧视 这种歧视 是普遍的 它是跟人性 密切相关 试图消灭它 反而可能会 带来更大的灾难 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那从经济 这个意义上 讲的这个 所谓的 平等 在我看来 同样不值得追求 你要追求富人 和穷人的 平等 所谓的财富的平等的话 那你无非就是 把富人的财富拿 就是杀出敌群吗 就是再分配 就是福利国家 那这不是对富人 财产权的剥夺吗 很多人 我们一谈进来 好像如果 剥夺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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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的财产 它反映会 最为强烈 那如果剥夺富人的财产 它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谁让你有那么多钱呢 这钱 难道是一种罪过吗 只要一个人的钱 是通过正当 和合法的手段 获得的话 你没有任何理由 不保护他的财产权 如果富人的财产权 得不到保护的话 那么穷人的财产权 同样得不到 得不到保护 也就是说 他们的财产权 应该是平等 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 只有在这样一个 把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说 这个国家 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是正当的 是合乎正义的 否则的话 他一定是不正当 费力正义的 费力正义 这也是左派和右派之间 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 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 那么追求平等 绝不应当追求这种经济的平等 我们唯一能够追求的就是 自由和权力的平等 所有的人都有一样多的 言论的自由 接涉的自由 宗教的自由 自由产权 或者叫 法令面前人平等 这是我们 唯一应当追求的平等 或者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平等 灾害一个自由社会 这样的所有其他意义上的平等 都是反自由 都会破坏自由 那么这是 第一个 理解美利坚 合众国的这个 性质的角度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平等国家 该怎么 第二个角度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很多人请可能会说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它本来就是自由社会的表 说爱自由社会的反应 自由社会的模范 自由社会的灯塔吗 别着急 即使所有的人都承认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 你会发现我们对这个自由的理解 也大想惊喜 别人所说的自由国家 跟你所理解的自由国家 可能完全不一样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自由 那么我们这要说的是 至少有两种最自由的 不同的理解 一种对自由的理解就是 自由就意味着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和谁结婚就跟谁结婚 只要我们双方同意 为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所有 我记得我有一个美国同学 在若干年前到中国来玩 然后特别爱喝啤酒 然后我就带他去买酒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当那一天好像是个礼拜天 他说中国真比美国自由 我说为什么 你看礼拜天到哪里都可以买酒啊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因为在美国很多的州里 星期间是不卖酒的 甚至超市是不开门的 到现在还有很多州是如此 礼拜天超市不能卖酒 为什么 受宗教的影响 受基督教的影响 礼拜天要去教堂礼拜 怎么能去喝酒 怎么能去动酒 我就笑了 我说你从这个意义上讲 当然 我说中国不仅喝酒自由 你在这里可以随便堕胎啊 甚至还可能强制你堕胎呢 那你能说中国是个自由社会吗 显然恐怕 凡是理解自由社会的人 都不会同意这一点 即使在最没有自由的国家 不信你去北朝鲜 也有很多的事情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是完全没有自由 但这跟我们理解的自由社会 完全是两回事 真正的自由社会所理解的自由 或者说右派们 保守主义者们理解的自由 一定意味着是秩序下的自由 法律下的自由 规则下的自由 必须得先有秩序 才有自由 无政府一定没有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 可能会不同意这种看法 会以为 那无政府是最大的自由 没有政府吗 没有政府的话 随时有人把你伤害 把你消灭掉 你没有任何办法得到救济 或者惩罚对方 如果你力气没有太大 或者如果你势力没有太大 怎么能说我们政府有自由 完全没有 我记得柯克在那个美国之系的 跟进一边讲 一个前苏联的人去 跟他这个讲话 说那里曾经有一段 在这个十月革命的时候 没有政府了 然后人们就可以畏锁 畏锁 所以很多年轻人在大街上 拿着枪就可以到处扫射 把他吓得要死 他说即便是最专制的社会 一业比无政府社会 要更强 只有当你体验了 无政府的状态之后 你觉得它是多么的可怕 因为你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不要说你一嘴 你随时可能就不存在了 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 这两种对自由的不同的理解 其实就是美国今天的 总派和右派的这个看法 一方面 一些人想要的是 我想剁胎就剁胎 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的自由 另一方面想要的是 这种自由必须的受制 特定的法律 规则 制性 包括宗教 道德 传统 等等 等等 不存在为所以为的自由 其实即使是这些左派 你会发现你把他 把他的逻辑推到极致的话 他也不得不成就 必须施加一切 道德上的约束 比如说 假如说一个人声称 我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 只要他同意 但你问他 父亲和女儿之间 母亲和儿子之间可不可以结婚 他马上 哦 这个问题得考虑考虑 我们中国人把他称之为叫乱伦 伦什么意思 伦理道德啊 那就是乱了伦理了 乱了道德了 哪怕你一个人的父亲 生女儿之间同意 也绝不能结婚 因为他破坏了伦理道德 而人 首先是一个道德动物 首先是一个道德存在 如果没有了道德 人和野兽没有区别 人和动物之间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人是一个道德存在 人是一个道德存在 即使是在 即使是左派 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 也没办法否认这一点 所以这就意味着说 我们所追求的自由 必须受制于 特定的道德伦理 宗教信仰 传统观念等等 这些因素 否则的话 那必将是一个为所欲为的社会 必将是一个宗欲的社会 必将是一个 所作满 它的结果 所以今天的左派和右派 之间很大的分歧之一 就在 到底该怎么理解自由 自由受不受到约束 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约束 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约束 这是第二个角度 第三个角度 理解美利坚和中国的境界 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已经在几个场合 多多少少提到过这个问题 今天说美国当然是个移民国家 你看他都 他原先没有什么人的 都是印第安人的 今天 形成美国 或者构成美国 这个人口的人 那不都是移民吗 都来自于世界各地 哪有什么美国人 没有 所以美国一定是一个移民 是一个移民国家 移民社会 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不是个移民国家 为什么 因为最早去美国这些人呢 他不是去移民到那里 加入印第安人的文化 被印第安人吸收或同化 这些人去那里是作为定基者 或者是殖民者 去那里的 他们是要把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 带到那里 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今天如果没有 中国人去这个 企业家 现在很多人有钱了 然后他这个那里 这个这个办了移民 我们说的 加入了美国 这样的一个人是移民 为什么呢 他到那里之后呢 是他接受那里 既定的 已经存在的 政治文化历史 而不是到那里 他去改造美利坚和中国 重新设一个 根据中国人的这个价值观 或者传统信仰等等 在那里这样一个 我觉得理解这一点 非常非常关键 不仅亨廷顿强调过这一点 而且我发现 最近有一个左派的一个学者 也写一本书强调这一遍 美国在一开始的话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政治共同体 很荒荡 就是中国 美国应该 应该更开放 应该更包容 应该接受更多的人 不应该维系人心的 那样的一种 这个 以这个早期的这些 清教徒移民作为 作为这个 立国的这个主题 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 美利坚和中国 如果是那样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吗 假如美国不是有这样的 一群人设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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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徒 构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政治 共同体 我发现 如果是印第安人 建的国家 你想想的是什么 今天美国还有印第安人 保留地 你看印第安人 建的共同体是什么 他们基本上是高度自制的 在美国国内 被称之为 Nation 民族国家 民族族群 是吧 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但它构建的共同体 跟美利坚和中国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没有义务 让所有的人 可以自由进入美国 如果五亿中国人 或者是五亿 穆斯林移民到美国的话 一夜之间 美国还是美国吗 肯定不是 它一定会被彻底的改造 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文化传统 构建美利坚和中国的 这种立国的原则的精神 和特定的人 我特定的文化是密不可分 它不是一夜之间被改变的 它可以选择性的 吸收少量的移民 并且是一定要 循序渐进的 它才能把这些人 吸收 刚才刘鹏老师提到 那个大熔炉 才能把这些人 融霸到这个大熔炉 而不是一夜之间 接受无数的 这个移民 那这样的话 它就无法捍卫 它既定的文化传统 所以今天很多人 反对特朗普 说你看特朗普限制移民 特朗普 是限制移民 它只是 只让那些合法的 通过合法的方式 申请移民的这些人 借助美国 不怀疑那些通过非法的方式 天天从墨西哥这个边境 偷越过去的这些 不欢迎这些人 美国现在有 1100万非法移民 至少这么少 至少这么多 哪个国家 能容纳这么多人 你告诉我 是实际上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声称自己 可以接受 1100万非法移民吗 我觉得 算是说法 不要 把这1100万人 送到那国家去试试 那一定是灾难请的 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治安问题 什么这个 这个教育问题 福利问题 这些很多人 连英语都不会 怎么解决 美国没有义务 要接受 任何想去美国的 他一定要选择 他只有选择那些 认同美国的价值观 认同美国的立国理念 美国的立国精神 说有大量的人 去美国反美国 你看看那个国会 已经四个年轻人 女议员 天天骂美国 骂美国帝国主义 骂美国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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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压西方国家 骂西方文明 在历史上 都是种族主义者 那你们干嘛去美国 我看你们应该会说骂 你们应该回你们 自己的国家 那川普如果说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骂 他是种族主义者 那些人可以骂美国 任何人都不能说他们 糟糕固定 如果都是这样的人 充斥在美国有一千 那一定会 肩负美国的立国原则 立国精神 美国精神不再是美国 好 最后一点 因为扯太久了 河欧老师的着急了 不着急 还有 这七个钟 这七个钟 我们看看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美国是不是一个 基督教国家 这一点在这个 最近的争论中 大家也争论的比较激烈 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中国 不少的反川普的人 都认为美国 不是基督教国家 说你美国是个世俗国家 美国怎么可能是基督教国家 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话 其他的宗教 进阳者 至无神任者 于何地 而且他们 根本没有祈祷宗教 没有上帝 对不对 所以美国一定是个世俗的政府 世俗的社会 世俗的国家 但我看来完全走 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 必须是个基督教国家 只有是个基督教国家 才有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他的自由 繁荣 强大 今天我们不想展开太多的历史 今天就在看一本书 这个书里有好多讨论这个 这个问题的这个内容 当然很多这样的这个 这个著作 那美国左右两派之间的 就这个问题 分歧也非常的 左派认为美国不是个基督教国家 美国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多元传统 多个宗教共存的国家 有人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非比美国现在的宗教 这一点可能是真的 我同意 但这绝不意味着 美国的立国的精神 它的根基不是 基督教传统 这是两个问题 因为宗教宽容这种东西 就是从基督教传统当中 产生 而没有产生其他的宗教 如果说美国宪法里 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话 独立宣言里面 至少四次直接和间接地提到了上帝 独立宣言当然是美国的 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用林肯的看法 一定要把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放在一块 来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 包括人人生而平等 比如说你凭什么解放 你看宪法里说了 这些人 这些人必须是奴隶 林肯说不对 我们独立宣言里有 人人被造而平等 所有人都享有 什么生命 自由 还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然也适应于黑人 他正是利用了这个独立宣言当中的 这样的内容 才得以实现对奴隶的解放 对奴隶的解放 那美国宪法一边我曾经说过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上帝 他也有三次间接地提到了上帝 这个总统在签署法案的时候 给他一个时间的时间 括号 礼拜天不包括 为啥不包括礼拜天呢 那礼拜天不就是基督教的节日吗 今天你看看 是不是无神论国家也过礼拜天呢 你们应该不过礼拜天才对 礼拜天那是基督教的节日 对不对 所以 我不知道那些 声称要世俗化 要去除基督教的人 是不是也把礼拜天去除了 每天都去工作 我同意 那还有一些人认为 美国之所以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他提出来的一个理由 就是美国实行政教分离 你怎么呢 你这个国家 你不是政教分离了吗 很多中国学者提到这一边 注意啊 这些人所讲的政教分离 离开那个离 这个翻读是一个错 因为他的英文原文是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the church 应该翻译成 政教分离 离政的离 战离的离 一字之差 没有一切离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政教分离 离开的离 在汉语当中 人们会理解称 那就政治和宗教之间 必须的是分开的 不能有任何的关联 能有政教分离 而如果是政教分离 离政的离的话 它意味着是 根据英文原文 它意味着是 政府和教会分开了 已经不能同时担任 教会的神职人员 教会的神职人员 不能同时充当政府官员 这两者是 必须分开的 和伙儿曾经专门讲过 这个问题 我说 为什么美国人 把宗教和自由 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而法国人认为 宗教和自由 是敌人 或者是因为美国 确立了这种政教 离的 必正离的这样的原则 就是政府和教会分开了 而在法国 那些教师们 同时又当了官 这些政府官员的腐败 同时又是教会的腐败 所以人们痛恨教会 所以人们痛恨教会 就因为痛恨这些腐败的 这些教室 那在美国 神职人员不再充当政府官员 已经反过来 所以神职人员如果糟糕 它不会影响到政府 政府 神职人员 不会影响到教会 它是正是这一点 让人们不会在敌视宗教 敌视教会 而是把它看成了自由之间 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者缺一不可 美国人甚至认为 他们不可能没有宗教有自由 而也不可能 没有自由会有宗教 这两者是 密不可分 是密不可分 那其实这样的看法 在十九世纪末之前 在二十世纪之前 在美国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之间 是没有分歧 即使是左派 在二十世纪之前 也都认可 美国式的基督教国 也在立国的精神 是优太基督教传统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 随着这种世俗化 世俗主义 无所理性主义 信公主义 社会主义的兴起 人们才开始 怀疑它是一个基督教国 甚至否认 它是一个基督教国 特别是过去几十年来 这些长导 多元文化主义的 长导身份政治的人 他们认为基督教传统 只不过是众多的 传统当中的一个而已 它不是美利坚和中国的 核心的原则 或者国内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应当回到美国 我们想想那些建国的 甚至想想最早去北美之明 那些人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他们 他们在欧洲 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大陆 感觉到那里的教会非常的腐败 人们甚至不在天上 他们要找一片尽头 而重拾这种 对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天成 这是他们去北美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拟 他们要到那里去建立一个山巅制成 他们是带着特殊的使命去那里的 正是这样的一群人 或者说在这样一群人的 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才慢慢长出了美利坚和中国 可是今天我们忘了 没有他的根 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大树 怎么可能有今天的美利坚和中国 怎么可能有他的自由繁荣和强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美国要避免 现在的这种危机 避免这个双方之间发生内战 发生这个暴力冲突 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就是 重新回到美利坚和中国的 立国的元素 立国的精神 尤其是他的犹太基督教传统 以及在此基础之上 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 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 唯有这一点 才能让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灯塔 继续照亮人类的前程 谢谢大家